八歲的小孩子喔 他愛吃素食了 不吃菜喔 才八歲就得自己 脂瘡到底會不會痛啊 會啊 很痛喔 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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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肛門癢 沒事你就 就要去 好像 對 你癢的時候 你還不能夠去擦萬斤油 誰因為去擦萬斤油啊 不是不是 那個癢 我是沒癢過 整晚肛門這個症瘡的症狀 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要用清水去洗它 其實你要買房子很早之前啦 他認識工地主任 很早之前就有人來問我 他說程程會不會買 我說會買 但是會拖時間 欸 誰來問你啊 為什麼有人要來問你 一個王小姐你知道嗎 王小姐問過你 對 王小姐是誰啊 王小姐那麼小喔 王小姐 世界真小啊 這誰找來的 真的 我都問啊 好 是 是 好 黑是 代表什麼 你通通都把它打開一下 我通通把它打開 對對對 我來我這樣子從來 這樣子來判讀比較快一點 可是這不是隨機他亂弄的嗎 他剛剛習過啊 他剛剛習過 其實你換這個事基本上來講 我們從這裡面去看 基本上來講你現在有一個擔憂 就是金錢的壓力 對 你環擾的就是金錢的壓力 他吞不下去 等一下是房子買的太貴了是不是 也不是 價錢太高 因為他目前其實就是一個金錢 經濟的問題 金錢的問題 所以他在選擇 你要 欸不會啦 欸我覺得 他現在有五個節目 他賺很多錢 他有什麼金錢的壓力 你的事業公司一個是貴人非常之旺 好旺喔你 你的貴人非常的旺啊 很棒啊 不過要注意一下身體啦 你可能在身體外面你要保養啦 花點錢 要換錢保養 對 這很顯而易見耶 進場維修一下 這很顯而易見 可不可以講一些我們稍微 我問的是 投影器跟液晶螢幕的事情 我知道 所以考慮甜的問題 他跟你撒歷史跟你拔回大了 不是你下位的問題啊 喔喔喔喔喔喔 所以他 他到底考慮下位問題 你要投影幕跟什麼 其實 兩種現實 其實我告訴你喔 你要選擇的是高檔的東西 這兩種我們來看 兩者你去選擇最高檔的是哪 是哪一檔 最高檔是哪一檔 對對對 投影跟那個 那就易經啦 對對對 買那個就對了 我覺得是易經啦 因為我個人認為 這兩個式的不同 就是說這個式多一個人嘛 它是兩個配備 就是投影幕加上易經的選項劑 但是易經是只有一個配備 對不對 所以是易經螢幕 選單一配備 單一配備 哇塞 王老師你已經跳下去了 你已經變痘陶了 你什麼時候變成痘陶啊 我跟你講 易經螢幕比較好啦 沒有 易經螢幕比較好 因為喔 易經螢幕你就一台 對啊 然後又很亮 但投影幕你要看那個光的那種 畫質比較好啦 現在那種HD的 尤其是日本片 那看起來喔 那畫質很棒 日本什麼片 日本什麼片 我相信日本的電影啊或什麼的 但是我知道你考慮的是價錢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他應該不是考慮價錢吧 對 他考慮價錢 曾國成的問題就是 他賺那麼多錢 他還是很省 這是什麼結論啊 所以他才會有金錢上的困擾啊 好 張智濤老師來請回座 謝謝 謝謝 很特別的象棋算命 文道有先後啦 樹葉有專攻 對不對 今天我們前來的老師幾乎都沒有重複的 都是不同領域的 最後一位 有甲雞 有甲雞是一種 妙了 融龜掛根摸骨 解釋一下這樣這個算法好不好 龍龜掛來講以前 他是一種神獸 我們俗稱他是相傳是龍的第九子 用它來撲瓜 他能增加他的引動他的靈氣 所以他的精準度會更高 以前我們講龍有九子 他的能量會更強 龍有九個孩子 對 都九個孩子 他是第九個孩子 龍頭龜身 龍頭龜身啊 好慘 對 不會他的 倒過來才慘 這個象你應該講的話嗎 這位是 你覺得你應該講 偏淺 偏淺 出了車禍以後 整個的靈氣都打開了 好 注意到這邊 你會發覺那個有老師 他臉很臭嗎 那裡面是什麼 來放米嗎 米掛嗎 還是說放什麼 銅錢 轉 對 它是旋轉的 唉唷 這個比較少見 對 以前看他用那種龜殼的 裡面放東西這樣 然後裡面景點 你就用骰子 然後放錢 然後丟出來 然後放幾次 然後看它組合對不對 對 它也是一種掛箱 我覺得裡面當中算最多是你 你什麼都懂 他都知道 你每一件事情都很了解 我接觸過 我也是社會觀察家 對不對 我請問一個問題 我們大家一起來聊一聊這個問題 因為 我們人 要算 算了他為什麼生意會好 因為他算得準 他為什麼會準 因為他有口碑 對 口碑會傳出去嘛 生意就會好 你們這個同行 大家是不同領域的 怎麼樣增加你們的準確率啊 來 曾亞軍老師 像我們在就是統計姓名學的時候 我們很習慣的就是說 今天會發生什麼樣的 假設今天可能有什麼兇殺案 那可能它的名字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就會用統計來算 後來我們就發現就是說 奇怪 像以前的那個什麼 桃園的那個血案 它裡面可能死掉了那麼多人 有一個人沒死 你說那劉邦有那個啊 對 那麼它有一個人沒有死 為什麼 其實它這個統計當中是有關係的 或者大原空難 我們發現它這麼多人死掉 那為什麼它會坐那艘飛機 坐上那艘飛機 那在姓名學當中我們就發現 就是1928 它就意外車禍血光之數 我們拿起來算 它的準確率是非常高的 比例很高 比例 對 每天我們都要做這樣的統計 OK 熊王老師 如果增加你的準確率 其實像我的話 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增加準確度的話 因為 因為很多客人來 他也不曉得說這個老師到底是誰 對 那有些是介紹的嘛 像我的話 就會講他的過去 比如說你要先分析他過去 還有現在的東西要非常的準確 然後他才會去相信說未來 這件事情它很像會發生 通常人家把過去講得很準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這個人養小鬼啊 有 我曾經被很多同業這樣講 對 因為很多同業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會講到人家的一些比較 露骨的東西 或者是說 他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說 他的媽媽 對 因為他媽媽過世了 對 就會講出說他很多的事情 所以人家就會害怕 所以說在我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說 你要先知道說他的過去跟現在發生的事情 未來他才會去信你 而且再來還有就是 不要去賣東西給客人 對 還有就是不要幫同業 像很多客人 我們都不會去幫人家計殺這一些 因為我是覺得那種 東西就 客人來久了之後 他會覺得說 這個老師有沒有道德感 對 而且他會覺得說 你告訴我這些不好的事情 又是道德 是因為你要賣我東西 所以你才會下 所以你的意思 你的收入就是資商費 算命費 你沒有賣東西給他 我沒有 我賣什麼寶物給人家什麼的 完全都不會 其他人如果增加自己這個準確的 因為算命要算得準 對不對 幫人家斷未來要斷得準 對不對 怎麼樣增加 艾薇斯 我個人認為 還是就是要 越有科學符合邏輯性 這樣子有正面的建議 就會越來越準 有正面 有科學根據 科學符合邏輯 符合邏輯 我剛剛講的 人定勝天 就是一個方式嘛 像常常來找我的同學 我的消費者 我都稱他同學 他都會跟我說 他都找不到愛情 有時候是你自己的關係 所以我常會勸我的客人 有人約你呢 喝拿鐵 不一定要去摩鐵啊 不需要擔心的 你在講笑話對不對 不是笑話 這是認真的 講笑話 您喝拿鐵不要去摩鐵 我個人認為 他在講笑話 他根本就是個心理諮商師 根本就是 他比較偏那些 尤老師 尤甲基老師 他偏那些 要精進跟修為 這兩個如果能做得到 他本身你普掛的準度 就會提升 就會提升 精進和修為 對 好 我們現場的來賓 聽了這麼多 有沒有到目前為止 你還持保留態度 覺得其實半進半疑 哪種方法讓你覺得 準確力很差的 有沒有 來 許曉萍 因為你想我跑世界各地 我看過很多種算命方式 像我們台灣是看手相對不對 南美就是看腳相 看腳底的腳相 但在我這一生 我其實真的沒有去主動算命 可是有的時候 剛好遇到一些事情 我記得那次到新竹的一個廟裡面 就是看到很奇怪就是 你知道那種搖的那個手叫 那手叫居然站 你聽過那個卡杯對不對 就把杯的杯立起來 這已經夠奇怪對不對 但是他那個 你現在看 就是在這個順天宮裡面 居然 你看再看下一張照片 我剛剛敲的鑼骨 然後他們在祭拜之後 居然發生什麼事 再下一張照片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的那個轎子 是站起來 而且站在那個杯上面 其實沒有人扶住 沒有人扶著 然後再看下一張 你會驚訝的看到 它真的就是這樣的立在那邊 那我當時去記錄這時候 我覺得太不可思議 它後面是玄天上帝的這個神像 那以我在記錄世界文化史的過程裡面 就太不能解釋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張 你可以看到 對不對 它就能夠立在那個上面 居然不會倒下來 這個是 這個真的好神奇 千真萬確 華平哥 他說本來就立在那邊 不是不是 是當時就放在那邊的時候 然後就立起來 放在那邊 他就是基本上 後來放在那邊就立著 然後後來好像立了兩三個月 都沒有倒下來 最後是把它請下來的 像這種包括剛才那個神教 怎麼可能站在那個上面 然後站在上面 他講的那些 那些有些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你怎麼看待 好 你經歷很多神蹟 對 你自己怎麼看待自己的神蹟 我自己看 我是覺得 真的剛剛老師講的很有道理 第一個 自己不論是算的人 跟被算的人 你的心要很正 那如果說你有任何的 這種貪念和欲求 那麼你就沒有辦法 無欲則剛 很多的你的思緒 會被干擾 所以我覺得 不論是算命的人 還有被算命的人 其實都要有一點修為 OK 其實我知道 你們同行之間 文人相親嘛 同行相繼嘛 有沒有同行來踢館 或是來找麻煩 應該會有 同行相繼來踢館 老師們會如何處理呢 不然